今年五月 荣泽法师参加御佛典礼讲述宏愿 来到这个世间 然后不能众生受苦 不舍人间苦难 婴儿出家 荣泽法师俗名郑瑞宇 上人四法号纪宇 他曾是行善助人的慈祭志工 慈祭还有上人的那一份大悲心 因为我本身的家庭是基督教家庭 那以前对佛教或者是对慈祭 自己有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自己也承担过人文真善美 其实佛教的精神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佛法生活化 慈祭家庭以善以爱为传家宝 这是七年前的造血干细胞捐赠宴血活动 当时刚踏入社会的毛慎伟 带着弟弟一同参与 也许他就是刚好缺我的骨子 他就可以继续活下去 从小埋下善念 在慈祭家庭成长的毛慎伟 如今是一间科技公司的副理 也是陆金藏志工 带入慈祭的想法之后 我们发现说 其实我们看人不能只看一个面向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面向去看 那所以没有我不能爱的人 人生可能遭遇狂风暴雨 但心中有法语依旧海阔天空 大爱新闻伤则仁林兴宏 下意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